战争对于世界的毁灭是巨大的,上个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,对于全世界都造成了不可挽回的严重后果,直接的死亡人数就已达到了8000万人之多,伤亡人数有2.5亿人之多,这个数据让人难以想象,这对人类社会是多么大的毁灭,美国对日本投下的两颗原子弹就直接造成了约21万人死亡,伤残不计其数。 这仅仅只是两颗原子弹的威力,在随后的几十年间,各国大力发展军事实力,尤其在核武器上,花费了巨量的人力以及财力,现在全球可谓是弹和色变,而随着美俄之间的矛盾升级,摩擦不断扩大,两国的关系也是任意紧张,但没有哪个国家敢提前动手,究其根本就是因为两国都是拥有核弹头的国家, 并且俄罗斯拥有6850枚,美国拥有6450枚,在两国三级公开核弹头数量后,我国有公布了核弹头的数量,结果让人大吃一惊,我国竟然仅仅只拥有270枚核弹头, 这个数量跟美额比起来是远远不如的,但核弹头在如今的军事作战中,只是起了威胁的作用,没有哪个国家敢敢先使用核弹头的,所以数量也就没那么重要了。 各位你们觉得呢?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帮我提起NUCXYC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